我们回来讲最后一部份就是自吹化作用 即是自己做到吹化剂 不用依靠外面加进去 这里说 For most catalytic reaction, the amount of catalysts remain constant with time 即是根本不会有损耗的 你一直用多少就会没有 chemical change 因为质量就差不多是 constant 下面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这样 有一种叫做 auto catalytic reaction 即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 catalysts 会慢慢增加 例如这里有个 reaction 这个我们以前见过 我们是做 titration 要加热加到大约60度左右 做 titration 因为mno4-和oxalate irons 都是负利子 很难碰撞反应慢 做 titration 你想立刻react 就要加热 让它快速一点 以前用过这个 原来这个 reaction 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原来mno2-症这个 product 除了CO2 mno2-症这个 product 是可以 catalyze 这个 reaction 即是说 你一路产生反应的时候 出 product 这个 product 就会催化自己的反应 你想像一下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处境 会发生什么事 这里有幅图 这幅图就介绍 这个反应 concentration of mno4-的变化 当然 这个 reaction 你很容易追踪到 因为这个有颜色 Purple in color 你就看着颜色变化 摆在Colorimeter里面 就是摆在鼻色计 可以看着颜色变化 而从而知道 mno4-的 concentration 这里就做了这样的 graph concentration of mno4- 和时间的关系 你发觉 开头 就 不是跌得很紧要 是吧 不是跌得很紧要 但是去到某一个时段 它突然之间 跌得很急 在短时间里面 跌得很紧要 到最后 又慢了 最后就完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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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 因为reactin 越用越少 concentration 低 所以这里就完结了 但问题是 理论上 最快的阶段 以往 我们学到Innisual Rate 一定是最高的 就是开头是最快的 因为开头concentration 是最高的 但现在不是 现在开头的concentration 就是很低的 隔了一段时间才高 如果这样看的时候 你也可以理解到 刚才我介绍的时候 原来你产生MN2症的时候 可以做catalyst 开头未有catalyst 靠这两个reactin 很慢 那就合理了 但到了 产生到 差不多的反应 这里的catalyst 已经足够了 这里就开始 发挥作用 令reactin 加快 这里就跌得很急 这个concentration 颜色越浅 很快 到最后 有catalyst 都没有用 因为reactin 都用得七七八八 越来越少 这里又是慢了 这个过程 其实这里的三部份 这幅图 我们就在这里解释了 你看到 开头这个 开头没有catalyst 在这里 大家有negative charge 反应很慢 很困难 接着隔了一段时间 足够的MN2症 就加快了反应 到最后 为什么又慢了 就是因为 concentration reactin 越来越少 这个反应 挺有趣的 很多时候 喜欢拿出来 考试 我给大家看 这条影片 关于反应 是怎样做的 看看 我放在这里 这里就加 KMNO4 我们做两支 有点特别 接着要acidify 加H2SO4 接着要加Oxalic Acid 现在 这里 因为刚才我们说 这个是MN2症 只是catalyst 它有一支试管 就由它自己react 另一支试管 额外 我们自己加MNSO4 即是加Catalyst 看看是否真的 是Catalyst 是吧 我们看看会如何 我们前一点 你看到 一滴下去 都不摇均 它都很快 就开始 紫色 消退了 是吧 即是证明 这个是Catalyst 就是Catalyst 我们只顾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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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边 右手边的指试管 待会看左手边 会如何 你看到 就是Catalyst 这边 这边一直没有加Catalyst 你看看它是怎么 当然是比这个酷更慢 别人做了 他都从自己认识 即是它一直在运动,是MN2症令它催化了 我们再试试一次 这个你不用加到最后会运动 只不过是比这个压外加进去 这个是MN2症 这个是有趣的 以前公开试都出过这个 如果不记得了这个 那条题目应该是3分左右 很难回答 我们就看到这里够了 关于Catalyst 这里 我们已经全部完成了 再见